一间下干最美海岛海岛天然,就对人类有种诱惑,它是远离俗世成销的象征,是乌兔邦式生活的实践的,是值得千辛万苦到达的地方,文学家青睐把岛屿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, 因为广袤的大陆会稀释冲突,水水的孤岛却是一个理想的剧场空间,写探型小说的四地文森,创作灵感来自一张自己绘制的地图,这座岛屿的外形极大的激发了我的创造力,那里的港口仿佛十四行是一般,让我心最深迷,我觉得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,于是我为我的作品取名为金尼岛,海岛寄托了人们浪漫奇异的想象, 但在现实生活中,当我们说要去海岛度假,脑海里会不会浮现一些刻板的印象? 星级酒店,碧海,蓝天,白沙,这仿佛是一个海岛,能积累的全部内容,当我们对东南亚的海岛如数家珍,对世界尽头的岛屿满怀憧憬,是否顾虑了? 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国家,也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岛屿存在,他们提供的丰富体验,丝毫也不顺色于国际上著名的海岛。 台湾澎湖最具代表性景观,澎湖青梅岛的双西石户皇子民社,从诸家尖导大青山的丰顶愿望周山寻岛顶致,蔡小川社。 中国的岛屿海岸线总长约1.4万公里,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,有6530个,有居民居住的岛屿,有450个,从这些岛屿里,我们精选了五组岛屿来做探访。 他们兼具独测的人文力,适合自然资源,在区域有点名气,全国来讲,还不为太多人所了解和到达,从北往南,就包括山东的长岛妙岛群岛,这间州山群岛,台湾的澎湖列岛,深圳入海的万山群岛,以及广西的维州岛和斜阳岛,其中多数是群岛和列岛,几下又包括了大大小小的岛屿,记者根据前期调点, 再去做个细致的选择,我个人去的是州山群岛,在这个有1390个岛屿组成的群岛里,大岛和大陆有些相似,缺乏岛屿特质,我最被地处边缘的离岛景观所打动,在东西的青帮岛,台湾就是曲折的海岸县,河岸边犹如海上布达拉宫,那样层层叠叠的人民房屋, 海边常有荧光海的自然现象,有一种会发光的鞭毛枣,经由翻滚的波浪刺激,就会开启防御功能闪闪发光,远看好像天上的银河倾泻进了海里,就是在这边是万桃园, 曾经在1942年,上演过一场渔民拯救,李斯本完成传落水英军战互的传奇,如今往事随风,岛上每天依旧是渔民自给自足的宁静时光, 州山东移的青帮岛上,渔民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,太小穿涉,在州山的圣沙岛, 后头湾无人存在春夏,时会成为被绿色爬墙虎,吞噬的奇异之间太小穿涉, 珠海万山群岛的岛屿中,不乏拥有私家沙滩的奢华酒店, 让同事无意为困惑的是,就在沙滩上晒晒太阳,玩些水上项目,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座岛屿, 这种封闭的感觉就是舟车劳断,来到一个海岛的全部追求吗? 最后他在和海钓爱好者爱恒,一起出海的过程中是燃了疑惑, 当你凭借对海域和地貌的熟悉程度,为钓鱿鱼选择一个被丰满流的水弯时, 你就已经突破了海岛的束缚,爬礁石虽然危险,但令人心旷神疑, 那些你在岛上俯视而下,觉得搞不可判的极小知识, 现在可以自下而上观察和翻阅,天气好的时候, 还能看着日出日落,我相信在那一刻,你一定不会觉得海岛是封闭的, 享受亲近的同时,他又正在为你,敞开一扇新的大门, 万沙岛是远近闻名的鱼竿晒场,张蕾蛇,站在礁石上钓鱼, 享受亲近的同时,海岛也在为你打开一扇新的大麻, 张蕾蛇尔山东长岛珠岛中,王山印象最深刻的是位于后鸟先系途中的大黑山岛, 每年九月开始,大批最远自西伯利亚, 阿拉斯加的鸟群会路过长岛,飞往南方越东, 进行的鸟类以猛形为主, 这是我国最主要的猛禽天体路线, 长岛环制占每年环制到的猛禽种类, 占到我国猛禽种类的44.3%, 占过内天体猛禽总量的81.2%, 环制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, 以不伤害鸟类。 这些年,长岛环制占回收时间最长, 的是1991年10月3日, 放飞的第018149号雄性之鹰, 在历史2555天之后, 这只却因在远方飞处被回收, 飞行时间最短的则是一只被标记为H00773号的红笋, 十天内飞行了1700多公里, 王山感慨, 对于鸟类来说, 飞翔并不是一种充满乐趣的事情, 迁徙是完成一种生存的使命。 就像纪录片迁徙的鸟, 的导演雅克贝哈曾经说的, 鸟儿生命的全部意义, 就在于飞翔, 即便是短暂的歇歇脚, 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, 后鸟迁徙的季节, 成群的黑猿围绕在长岛海域, 游船的周围, 将极华社大碗, 霞光布满长岛的天空, 作业了一天的长岛人在海边休息, 黄雨社, 在台湾的澎湖夜岛, 各位应看到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, 彭湖人的生活却维持着一种古典的价值和范式, 作为领导, 片乡, 彭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步调, 近几年台湾对基马彭三的开放了特许令, 允许当地经过公投, 社建府产业, 麻祖已经通过, 而彭湖空投时, 反对方和支持方票数, 竟然达到了9E, 除了地产和财团, 彭湖老百姓一边倒地, 全部反对开设赌场, 被提的最多的口号是与民的尊严, 这种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坚持, 还体现在记忆的传承中, 村庄的房屋, 无论是是古厕还是庙宇, 都要仗有手艺的功夫人来建设, 这是当地棘手尊重的职业, 澎湖西渔外滥渔港充满业国情调, 黄子民社, 一名男子在澎湖城黄尿前看着手机, 该尿历史悠久, 是马公市重要信仰中心之一, 黄子民社, 我们知道的岛屿, 众, 不乏一些人丁心少, 即将成为荒岛的岛屿, 比如维州岛附近的斜阳岛, 岛上只有12户人家, 旁边的维州岛旅游, 开展了轰轰烈烈, 当地年轻人也在张罗, 打造本地的旅游产业, 薛鹏觉得, 斜阳岛的美好在于自然与原生, 而他的男又在于无力抵抗这种自然与原生, 得到更好的生存条件, 就像村民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山竹, 是否会摧毁这个小岛, 是发展旅游, 还是保持原生态, 总是让这些偏远小岛感到两难, 维州岛, 蓝湾码头夜景, 于楚众社日落时分, 维州岛海岸边的火烧云, 于楚众社鞋阳岛上, 留下来的人们, 仍主要一打于微生, 不打于时, 都是有闲的料理着家务活, 于楚众社, 我在采访中发现, 其实在这方面, 海岛倒有着它的自然规律, 在东西另外一个名叫东福山的岛屿, 因为地处爱哈经常会停航, 更不用说古岛之上高昂的建筑成本和维护成本, 一些不能回本的民宿自然就关门或者转手, 但离开民宿去的地方, 适合人类开发利用的空间很少, 仍旧可以拥有静谧, 和属于岛屿的原始面貌, 在这次旅途中, 我和同事们总是被天气困扰, 岛屿旅行, 传奇经常缺乏定数, 要随时做好前流人的准备, 今天走, 还是明天走, 不妨用一种佛系的态度对待, 心境沉静下来, 才能品味岛屿特有多美丽, 为什么人们向往海岛, 在景三连生活周刊景本期, 景封面大师景宁遥歌手胡德夫的记忆里, 一直对海有一种神秘的亲切感, 很远, 很深, 潜在的流念, 他著生在台湾东南部的海边, 从海边捡起的生命的音符, 我把这钢琴弹唱, 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, 打动了无数人, 点击上图, 听景封面大师景宁遥歌手胡德夫, 讲述于大海的故事, 关于本期封面故事, 有任何小说的话, 请积极留言, 精选留言将有机会刊发, 在下期杂志的读者留言区就是这个位置, 本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